我取这么多辣肠 刚刚到手卖多少来着 16 16的辣肠拌饭酱里面 得有不少科技吧 连辣肠吃出一股的酥料味 我丑话说在前面 我最多就吃一口 这辣肠 怎么和我的火锅间吃的一样 吃着咬开 外衣里面还有一点爆脂感 我最多就吃一口 它这里面主要是红油豆豉和小辣肠丁 和温热的米饭均匀的搅拌在一起 每一口饭看上去个油光发亮 酱香豆豉配上香辣红油 再来一口咸甜咸甜的小香肠 那我也确实忍不住啊 外卖一碗腊肠饭 二十几 还没有一瓶拌饭酱给的长度 以前怎么不知道这个拌饭酱 亏力都得了 那啥 还有饭吗 再来一碗 一荤一素两盒自然烧烤菜 25块钱 老板还送了我6根肠 你们看我这25的外卖 就几根菜叶子配两根肠 包装费就要了4块6 我不心疼谁心疼啊 我付的钱你哭什么 对哦 还是看我这滋味烧烤 一盒午餐肉 一盒霸王土豆 两荤五醋 配菜给的非常多 肉也蘸了一半 加入烧烤料 我已经闻到香气了 哇 真的是烧烤味 再把这烧烤料一走 有那味儿了 这看着好有食欲啊 午餐肉厚实不绵软 反正也很弹牙 就本身的香味没有被附起 反而非常合适的交融在一起 最贴心的是 土豆啊 粉片和块 这小心思可以的哈 nice 我最喜欢的还是擦酥的这个火腿肠 一口下血 油辣鲜香 配上锦上千花的死然辣椒粉 这和外卖点到家没有什么大区别啊 而且烧烤外卖还是打烊时间 我这可是24小时不打烊啊 这块别吃了 留着给我晚上打游戏啊 最近刷的一款空气炸锅素食 圣龙嘟嘟翅 商家说他们家的鸡翅啊 没别的 就是大 感觉平时吃的鸡翅都差不多呀 凭啥说你家的鸡翅大 说不定比快家店的还要小呢 今天咱们就来比一比 1 1 诶诶 真的要大一点点诶 明显圣龙这边的更肥 一定是巧合 再看看麦当当 1 2 我去 这果然粉的都没太大呀 其实也就那样吧 反正不是我吃过最大的鸡翅 你家是脚弄大 天 就算他个头大 但好吃才是管解的 味道肯定不如店里的 我去看这表面 酸辣默油啊 油纸全被烤出来了 这么嫩的妈 里面居然还会爆汁 果然还是现烤的好吃 而且这个个头吃的是真过瘾啊 圣龙不会是专业做鸡的 爱吃好吃的一定要试试 最近给我刷到个素食兰州拉面 这商家详情业上居然说 牛肉的平均厚度大于3毫米 3毫米什么概念 火锅店最后的麻烂的牛 都没有那么厚啊 要我就来劲了 要是没有你说的那么厚 12315次后 买来了 每份是6包料 居然有萝卜包 谁家兰州拉面里面有萝卜呀 这肯定不正宗 牛肉做的还挺大包 说不定啊 打开就一捏捏肉 好像还可以啊 来我们量一下 你这距离不会被商家打吗 这有啥 他竟然敢这么宣传 我就敢这么测 一片 4.3毫米 我就不信了 第二片 3.7毫米 第三片 哎呀 哎你看 没到3毫米吧 哎 虚假宣传 肉都被一挤着啥药啊 哎 呀 切 就算他没有虚假宣传 关键还得看味道吧 这面居然只要煮3分钟 我泡个泡面都要5分钟 感觉卖下还可以啊 面的口感比小三子要好啊 果然 3毫米的牛肉吃的就是不一般 厚实 再看看这萝卜 我去 居然意外的好吃 入口即化 来来来 正好我们有个兰州的虫子 让他来评价一下 这反应度可以啊 可是他有萝卜呀 他不正宗 正宗他本来就有萝卜呀 啊 难道我之前吃的都是假的 最近韩姐发现一款素食勺皮 非得让我测 说加水泡90秒就能吃 勺皮那么硬 烤勺皮对了好几分钟 那能泡开 买来了 阿宽红油烧皮 我倒要看看是有多好吃 这烧皮撕起来好解压呀 90秒到了 哇 还真泡开了 感觉我现在就坐在烧烤店里 Q 口感好好啊 上面裹满了佐料 味道居然和我在烧烤店吃的一包一样 爬皮烤勺皮要薄一点 所以很轻松就能泡软 那这学生党在宿舍也能吃 对 我说的那会儿最喜欢吃火的那会儿 对对对 那个也好吃 过瘾 真是为了便宜 啥都往回买 这豆皮看着就干尔巴巴的呀 而且摸着还是脆的 香辣豆皮不是软的 根本就没有灵魂 麦你们看这一捏就碎了 刀嘴不得粉渣渣的回嘴呀 没吃我别瞎说 这就是脆的版本 对的 脆的能好吃吗 我公布的这视频又发不出去了 整天吃一堆难吃的白肺肚 这一包呢 三块钱不到 分量倒是挺足的 不对劲 这好像这时候我想像中火菜一样 或许这就叫我 豆皮不可冒香 别看它是脆的 但是入口后嚼着吧 虽然还挺有嚼劲的 不仅没有粉渣渣糊一嘴 相反能感觉这被香油浸润过的 辣度 咸度 鲜味都炸到好处 连吃几口也不会觉得腻 我个人作为香辣豆皮爱好 就某龙那刮五分钟就能搞定一整包 但这个不一样 很有嚼劲 而且脆脆的 咔嚓咔嚓 轻着就极度舒适 这一包吃完 吃今天过程都喝完了吧 虽然我不看这款转啊 碗里倒入一包豆花粉 一杯开水 搅拌均匀 静置十分钟 即可开吃 滑嫩爽口 比外面买的还好吃 豆花居然能用粉冲出来 真要神奇 买来了素食豆腐花 好像是甜的 太好了 豆腐花就得吃甜的 不接受反驳 一股微微豆奶的味道 加入180毫升 刚煮沸的热开水 顺着一个方向快速搅拌 6到10秒 再静置5分钟 好像真的可以 真正奇迹的时刻 我豆花呢 这根本没凝固啊 就是有一点点絮状物的东西 这叫豆腐吗 在场的都可以作证啊 我刚刚严格按照步骤来的 两杯都用上了 咱再冲泡一杯 这是第二碗 又翻车 得亏不如直播啊 就这玩意儿 还卖了18万份 评论区那些成功的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反正我是不推荐 又麻烦又容易失败 避雷啊家人们 如果有成功的朋友 在评论区里 爱他我一下 怎么做的 又是我的问题吗 苏州纸皮烧卖 变成皮皮纸薄 真的假的 咋 你这也太过分了 这是面质 那身体还是面质的三分之一 他自己说的皮皮纸薄啊 面质怎么就不是纸呢 我就这么比 你自己看吧 完全比不过对吧 我现在是冷的 你蒸完再说行不行啊 还蒸完 真按照你说的那么薄啊 这早就露馅了吧 来喽 新鲜出炉的 炙皮烧麦 我去 这边被透明的了 真的和面质差不多啊 这 咋 诶 真很好吃的 我吃的这个是蛋黄的 一口下去 油用咸鲜 一点都不面 而且糯米 粒粒饱满 油光发亮 你是个词啊 我 我感觉不到糯米皮 嚼了两下 就和糯米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别说和普通烧麦比了 这是那笔饺子皮的薄啊 哎呀 果然糯米馅的烧麦就是牛的 它还有芝士版本 糯米和芝士一起拉丝 哎呀 那个感觉 你就是 什么糯米馅啊 烧麦不是肉馅的吗 肉馅 那不是大饺子吗 什么辣饺子啊 烧麦 就是糯米馅的 就是肉馅的 就是糯米馅的 哎哎哎哎哎哎哎 我吃 Fry殿了 我